新项目被薛传心取名为赏心院。 由于有薛传心的细致安排和开田的支持,赏心院的建设很是顺利。 图纸、材料和建筑工人都由薛传心提供和安排,暖暖只需要在村里招些小工。 每个小工,每天管饭之外令给六块钱。 日收入六块钱,在楚王庄已经很有吸引力了,人们争着来干。 小工的工钱也算在那三百万元里,暖暖另外给薛传心在楚地居,提供一间客房作为他住宿的地方,不收钱。 暖暖发现,这个薛传心说话虽然有些夸夸其谈,干起事儿了,倒是能脚踏实地。 办啥事儿怎么办,弄得头头是道。 什么人干什么活,安排得清清楚楚。 材料备齐之后,开始挖地基。 谁也没有想到,地基开挖之后,竟有了惊奇的发现。 按薛传心的要求,地基一定要打结实,因此挖地基坑时就挖得深一些。 就在挖第一排房子的地基坑时,一个小工的铁锹碰的一声,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。 听声音不像是石块儿,那个小伙子就仔细地把土拨开。 这才发现,原来土下埋的是一个长满了绿绣的铜器。 山个儿挺大。 他喊了声。 哎,快来看儿! 众人就全围了过来。 大家看了一阵都觉得惊奇,便相帮着把那铜器挖了出来。 好家伙! 那铜器足有半人高,好重好重。 在不远处商量事情的薛传心和暖暖牛脸看见,也急忙跑了过来。 薛传心只看了一眼就叫道。 哗! 这是青铜饼啊! 老天,这可是宝物啊! 哎,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? 暖暖对这东西不懂,便轻声问。 太有用啊! 用处大着呢! 这是文物,值钱着呢! 最初发现顶的小伙子,一听说他值钱,急忙声明。 嗯,这可是俺挖到的! 薛传心笑了。 不管是谁挖到的,但凡是文物,就都是国家的。 不过,国家最后拿走的时候会奖励你。 哎,大家,先挖第二排房子的地基。 暖暖,你去给县上的文化局打个电话,让他们派人来看看。 众人就继续去忙自己的。 伍州公司这时,已出钱在处地区安上了电话。 暖暖回到处地区,在电话里跟线上文化局的人说了事情经过。 想着这种有关文物的事,谭老伯说不定也感兴趣,就又给老人拨了个电话。 果然,老人一听就惊喜异常。 哎哟,太好了,我立马就动身过去看看。 县文化局的三个人是当天下午来的。 他们来后,用小刷子仔细刷去顶上粘的泥土。 在顶的四周发现了一些饰文,其中两侧上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文字,三个人当下断言。 这是珍贵文物无疑,但是数哪个年代,尚待进一步认定。 谭老伯是第二天候赏到的。 这时,顶已经被抬到了处地区。 谭老伯上前,先仔细看了顶,连声说,"怪了,怪了啊。 之后又去了顶出土的地方。 这四周应该还有东西。 哎,你们再挖挖试试看。 薛传心怕耽误工程进度有些犹豫。 可暖暖对谭老伯的话自然不会不听,当下便让那些小工继续挖。 果然,没有挖出多远,就又挖出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方形铜块。 谭老伯拿起来喜极地说道,"哎呀,这是边中,真贵啊。 小姑们,见果真又挖出了东西,镜头大起来,又再向四周挖开去。 竟又挖出了不少的边庆、永中、陶瓶、陶罐、陶波、陶香炉。 这让所有的人都惊奇起来。 问谭老伯,怎么知道还有这些东西呢? 谭老伯一边仔细地观察着那些出土的器物,一边说道,"出土的那只鼎的名文证明,它是一只锄鼎,而且不是寻常的锄鼎,是锄王宫里的用物。 你们若细看就能发现了,在他的四个脚上,都有一个类似诗文的王字。 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。 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,怎么会有王宫里的用物呢? 这时我怀疑此地曾举行过什么与王室有关的仪式,而只要是举行过什么庄重的仪式,留下来的器物就不会只是一个。 所以我就让你们继续朝四周挖。 你们看,挖出的这些边庄上,也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王字。 暖暖和众人文言都围上前看。 果然,每片边庄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向王字古石邪法的凸起。 薛传星上前看后,跟暖暖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。 暖暖忍不住问。 谭老伯,依你看,这地方在楚石究竟举行过什么跟王宫有关的仪式啊? 嗯,这个嘛,眼下还说不清楚,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。 哎,再展开范围挖一挖,说不定啊,地下还有东西。 薛传星这时,不知为何竟来了兴致。 小公们见他发了话,就又挖了起来。 然而把那十二亩三分地几乎翻挖了一遍,除了一些类似灰烬的黑土之外,没再挖出新的东西。 哎,咱们还是抓紧时间,打地基盖房子吧。 暖暖催着薛传星。 哎,别急,等谭老伯他们的考证结论出来之后再说。 薛传星这时倒不急了。 省文物局和南府市文物局的人都是第二天晚饭后赶到的。 谭老伯和他们在发掘现场及处地居里一直研究分析了三天,虽然都认为这是处王宫里的用物,但是对他们铸造和烧制的准确年代,对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儿,最终也没有得出结论。 第三天晚饭后,薛传星让暖暖把谭老伯约到丹湖岸边,笑着问老人。 哎,老伯,我知道你们还没能对那批文物作出结论,可是你能不能先对我们说说你个人对那批文物来的的看法? 嗯,这个嘛。 你们为什么这么急于知道我的看法? 暖暖看了一眼薛传星,她也不知道薛传星何以这么急切。 啊,因为这关乎着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啊。 我们原来已经定下,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处度假屋。 如果我们知道了你的看法,说不定会对原来的设计做一些调整。 我就说说我的看法。 其实只是一些猜测,而且这些猜测严格地说,和虚构几乎一样。 呵呵,是我为了说明这些王公器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虚构的一个故事,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意义啊。 虚构的故事我们也愿意听听。 薛传星有些迫不及待。 啊,想必你们都知道,楚国最早的首都在丹阳。 这个丹阳的位置在考古界还有争论,又说它在今天的湖北紫规。 但是我始终认为,丹阳就是离这里几十里地的今天的丹阳,在丹水和溪水的交汇处。 直到楚武王之后的楚文王,才把都城由丹阳迁到尹,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北济南城。 如果我的说法成立,那楚国的早期都城丹阳离你们楚王庄就很近。 我据此猜测,住在丹阳都城的楚文王,也就是楚王兹,说不定跟这个楚王庄有些关系。 这是一位作家,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。 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成绩。 周大兴的长篇小说《湖光山色》正在播出。 我做个调查,你们这个村庄里楚为大姓,多少带来一直没有姓王的人家? 赵说,该起名楚庄,可竟以楚王庄命名,这也有点让人奇怪,也加深了我的这种推测。 当然,一个村庄的命名原因可能是多样的。 据民间串说,楚王兹是其父和一个名女所生的儿子,我因此就这样设想。 在一个闷热的夏季,老楚王为了寻找清凉,带着一些随从来到了这个当时还可能不叫楚王庄的村子。 在这个幽静的邦湖村庄里,她既寻到了清凉,消除了因处理经过大事而引起的身体上的疲劳,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美貌姑娘,并跟她度起了凉霄,获得了无数的欢乐。 当她返回丹阳宫之后,她听说那个姑娘怀了她的孩子,于是便把那个姑娘接进宫里。 那位被接进宫里的姑娘怀的孩子叫兹,长大以后就即位做了楚王。 这时候,她母亲的村人为了纪念这桩喜事,便把村子改名叫楚王庄。 嘿嘿,谭老伯,你可真会编故事。 薛传心再一遍说,让老伯说下去。 这应该是公元前六百多年的事。 后来楚王兹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决定迁都。 正是迁都的时间到来后,楚王兹在丹阳宫前举行了庄重的故都告别仪式, 而后带领她的文物官员和宫中成员,携带着各样宫中的用物,登船沿水路难行。 船队行至这处王庄附近时,她想起了她已辞世的母亲,想起了母亲的故里。 她原本就因为离开丹阳故都心中难受,此时心里更是一咎。 于是便下令,船队暂时停驶靠岸。 她下船来到了楚王庄,命人在村头搭起一个简单的祭棚,并让人从船上拿下了宫中所用的顶和各种祭祀所用的器物。 还让宫中乐师带着边中等乐器下船,他要在这里再举行一个小的祭祀告别仪式。 哈哈,这故事编得好。 薛传心听得眉开眼笑,可惜啊,他是编的,要是有史料证明他是真的,那该多好啊。 老伯,你编的这个故事也有用处啊。 薛传心这时异常高兴。 呵呵,有什么用处啊? 暖暖和谭老伯都惊奇了。 呵呵,如果你们去过山西洋城,看过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室兼吏部尚书陈廷靖的故居,就会明白我的话了。 呵呵,在陈廷靖的故居前,如今每天都有一场大型表演,表演的内容就是根据传说来的。 康熙皇帝带着皇家遗仗来看望居家的陈廷靖,陈廷靖领着全家人迎出相府大门。 每次表演,总有百多村人换上清代服装参加,就是因为这场表演有意思,所以吸引了四方很多的游人。 呵呵,由此我想到,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谭老伯编的故事变成一场表演,来吸引更多的游客。 暖暖有些听明白了,谭老伯还是觉得奇怪。 呃,怎么表演呢? 哦,我们把楚顶和边中淘气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保留下来,在它的上面搭建个棚子,予以保护。 另在旁边建一座楚石的祭祀棚,棚子摆好防制的楚顶,楚国边中,边庆和楚国淘气。 然后,让一帮楚王庄的村人,穿上楚石的服装,扮成楚王姿和他的文武官员及宫中成员,让他们在这儿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,之后再上船难行。 呵呵,这种表演啊,必定会引起游人们的兴致,从而引来更多的游客。 呵呵,呵呵,你倒是很有商业头脑嘛。 嗯,你们用我编的故事赚钱,得付我版权税嘞,啊,呵呵呵呵。 行啊,谭老婆,你以后再来楚王庄,可以免费住在这赏心院,就算是我们付你版权费,呵呵呵呵。 暖暖这时也高兴地说,哎,要真是这么做,村里人在农前的时候,也可以挣一份钱了。 哎,咱们做旅游业的,就是要想尽法子把游客吸引来。 这吸引游客的手段可以是各种各样,明白? 呵呵呵,好,咱们说干就干,啊,我这就会省城,让工程师修改原来的设计图纸。 薛传心说着,挥了一下手。 这一回,暖暖是真的有些佩服薛传心了。 哎,他的脑袋的确机灵无比,而且随时都准备赚钱。 所有的赚钱机会看来都不能从他的眼前溜走。 薛传心由郑州回来是在一星期之后。 这时,省地县上的文物工作人员已经带着出土的文物走了。 谭老伯也已经回了北京。 薛传心带回的新图纸,减少了一排接待客人的房子,却新添了两个别致的棚式建筑。 一个是保护文物出土之处的棚子,叫出土棚。 一个是一座处食样式的举行祭祀和告别仪式的棚子,叫离别棚。 施工重新开始了。 每天的早饭后,暖暖安排好在处地居里十足的游客的游览室以后,就到赏心院的工地上看看。 他对建筑这个行当一窍不通,可是他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尽力做事,能看出工人们是不是在浪费材料。 他的批评常常很准,这令薛传心也很惊奇。 薛传心说,"嘿,你是一个很好的监工嘛,由于是平房和棚子,施工不复杂,所以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主体建筑就完工了。 望着这片崭新的房子,暖暖一颗悬着的心,落了地。 到此,已不必再担心投入的钱打水漂了,他们已经变成房子,站立在这儿了。 也是到这时,暖暖才三最后相信薛传心是真要在这儿做旅游事业。 主体建筑完工的那天晚上,他让开田把薛传心请到家,亲自做了几个菜,让他们两个喝了一场。 西中,暖暖端着一杯酒,上前敬薛传心时,由衷地说,"谢大哥,你是一个真干事儿的人,俺佩服。 你等着吧,我说过我是来拯救你们的,总有一天,我会让你们这儿没落凋敝的楚王庄,变化成一个由人如知的兴旺明镇。 薛传心的语调又变得不可一世,眼神又变得居高临下了。 暖暖暖笑笑,心想,"也许有本事的人都是这样吧。 接下来的装修,暖暖更不懂了。 那些墙砖、地板、石膏线、板材、涂料、灯具,都是用船由东岸运过来的。 暖暖只是在北京打工时见过,根本没想到他们还会出现在楚王庄。 随后开始安放的电器和木器家具,也都是由南府市,甚至是由省城运来的。 什么微波炉、电运斗、小冰箱、组合柜、小转椅、贵妃床、电暖器、健身器、地毯等等。 那真让暖暖开眼界,城市里的好东西都拉来了。 赏心院的屋子在装修,院子在整修的过程中,村里人也都新奇地来看。 人们看完后,都是大受震动。 马老四惊叹道。 俺的爷爷呀! 真没想到咱楚王庄还能整出这样的地方! 这不是跟电影上看到的那些院子跟屋子一样了? 九鼎叹道。 哎,和人家这院子,这屋子相比,俺家住的那院子,那房子,真的像个狗屋。 天府爷看完后说, 日他个奶奶,老说人死后上天堂上天堂,俺看人死了来这个地方就成,这就是天堂。 这是俺一生中看过的最漂亮的地方。 我们散美设不太帅吗? 今天go permit呀! 啊 那